陳志雲、郭志仁、楊樂生 再晴朗的一天出發 不過今早就幸運不太大風 聽眾聽我們講完之後 都拍了一張照片給我們 自己回到公司了 為何要上班呢? 因為他想趕報報告 我家裡做又沒有什麼效率 回公司做好些 不過在外面 我們起碼今早回來的感覺 的確就不太大風 我們把握時間 因為電話我們接通了 在袁國勇教授 看看我們控疫、抗疫、防疫 那方面有什麼新的資訊 我們要知道的 早晨教授 早晨 都問回一些關於檢測中心的問題 因為都知道 其實這幾天 因為今天其實就不開放 但是你覺得現在開放多了一些檢測中心 對於疫情的倒截有沒有一些幫助呢? 怎麼都有一些的 問題是那個效益有多多 是 從來都是這樣的 有人說應該用內地的方法去完全阻截傳播 這個也是真的 內地是非常之成功 是令到他們基本上有些地方不需要戴口罩 他們內地人流物流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普轉 這是不增的事實 而我們都要想一下 我們這件事是否適合在香港 我覺得是應該討論的 內地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當他一找到一個病例 他馬上將整個區 甚至整個城市好像正道 整個人口馬上停頓下來 就是所有人不准出城不准入城 或者就算不准盡量就不要去 不盡量就不要出城或者盡量不要被人入城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驗完沒事 但是第二天呢 你可能剛剛就開始有事 因為你驗的時候還在前屋期沒有病毒 於是如果你到處走 你便繼續將病毒傳出去 給那些也是驗了以為是沒事的人 內地做到 因為他是小區管理 即每一個區他們都有個街坊組長 那類的人 看著你們每一家每一戶 除了你要出去做那些真的需要出去的事 譬如看醫生或者買菜 和全家給一個出去 於是它能夠令到人口 即是那區的人口完全是停頓下來 那跟著它真的每一個肯定 你每一區每一戶的人都去做個測試 那如果你在那段時間測試完了 跟著你又再有病徵病狀 又去打電話每一家每一戶這樣做 一又立刻抓你去再檢 那所以你問 即是外地是真的做得很仔細的 那他們當然是直接強制的了 不會是有理誰不想去就不去 那這件事就在內地真是很成功做到 而且這個檢測是講到五天之內 即基本上是差不多是 即是肯定的潛伏期是未完 而是最快的情況之下完全驗完 如果你能夠做到很短時間 將人口完全停頓下來 也都能夠將檢測在很短時間完成了 這個是可以的 不過我想我們都有些困難 因為我們不會像內地這樣掌控到每個市民的資料 我們分不到實法 它逐去禁 要是整個香港禁 所以我們的難度就是這裏 這就是我剛才跟著要講的 就是我們過去的九個月 連那些有病徵病狀的 輕微發燒、輕微流浓痛、流鼻水、咳 我們都未能夠令到每一個測試 我們過九個月都做不到 何況你說做內地那一套 這個就要真是所有市民、業界、醫護界和政府一起商討一下 即連你最基本的 這個是最基本的 入場的都還未做到 所以這個就要真是想清楚 怎樣去做 還有些其他事情大家要明白 正如我講就是 你沒有辦法 那個人嫌疑沒事了 但他去到處走 而他跟著跟著去出 即是他真的開始放病毒出來 去影響其他人 於是這個是很大問題 加上就是我們 是有沒有好像內地那樣能夠在邊境防守得那麼危險 因為我舉個例子 譬如你真是成功了 28天驗完 所有人停頓完 真的什麼不上班不上學 不出街 那麼碰完 28天之後 但我們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經常都有國際的回來 而大家明白到 即將他驗了運14天 不是100%道險的 因為有些人他那個潛伏期 很少很少人 是可以去到二十幾天都可以的 二十四、二十五天都可以的 於是你結果有一個人進來 又要整個城市又要再來一次 二十八天這樣做 這個可能結果就是 每兩三個月又要一次 很擾民的做法 加上我們現在最近知道 外國做到就是 在二十度攝市 病毒能夠在環境全活二十八天 即是說運來香港的訪問 很多表面可能真的 因為外國現在的疫情很厲害 於是訪問本根本本面都有 於是又運進來 於是又有個案 你又要停頓香港二十八天 跟現在的情況可能還要多些 所以我們要談清楚 我們香港是否做得到 做得到之後 引起的後果究竟是怎樣 會不會跟著又有東西再進來 如果真的再進來 那你怎麼辦呢 這個就是 我很明白市民都很厭倦現在的情況 也都很明白很多人要中港兩地 即是要家庭要見面 因為有些在香港做事 他們來地的家庭在內地 他們很慘 但是那個現實就是 即是大家要想一下 整個疫症的情況 應該怎樣搞 那我自己始終覺得 最重要的就是 最有效益 最有戰略價值的 就是每一個有輕微病症 病狀的病 你都驗著線 連這個我們都未做得到 你怎麼說其他 而這個我真的支持 是強迫性驗 是 其中是不是療師加醫生 都應該很重要 所以他一見到病人有病症 就強迫他的營 是是 那強迫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你不驗的話 那你就把你的資料送給衛生署 等警察和這個衛生署職員 上來幫你驗 如果你都不肯 那罰錢就是 可能有監禁都未頂 可能真的要考慮 因為你這樣下去 就是變了那個控制的疫情 就不是那麼好 不過唯一怕就是 怕人不舒服 不敢去看醫生 是啊 這個又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 大家 所有市民都要決定 因為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最重要 有好的公民意識 有這個公德心 那你現在香港這樣的情況 還要捱九個月到一年 然後才可以有疫苗打完全民 然後才可以回去 以前正常的狀態 那你香港究竟的儲備 能不能夠 就是這樣去洗光 但是在這一年裡面去支持韓國業 這個大家都是要想的 那不可以什麼都來政府 我相信 無論政府業界 每一個市民都應該去想清楚 什麼是對香港好 另外一件事我都很想說 你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我們29分就要報天文台 接下來你有時間 我們可以再繼續談 另外一件事我們要考慮 就是 究竟跟著發生什麼事 是 很多人經常罵我 我說我是一個 承認 我不是的 我真的想說個真實給大家 其實夏天的疫情 永遠都好過洞天 我剛才說錯 因為病毒環境的生存 在夏天是短很多 譬如你20度可以生存28天 你30多度 它可以自己生存不夠一個星期 所以我們一定有一個傳播 在夏天是沒有冬天那麼嚴重的 而我們的身體的免疫系統 在冬天對嚴正反應通常是厲害一些的 我們在一些動物實驗做得到 就是當那隻動物是放在一個低溫 就是十幾二十度的時候 它放出來的病毒量是高一些的 但是嚴正反應也是高一些的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夏天幾時多過冬天 我們這次夏天第三波 都成四千人感染 死了超過一百人 所以我說到說 今年冬天可以有幾萬人感染 死成千人 是一點都不奇怪 我們找回紐約市那種例 紐約市人口是一千九百萬 是大約2.5倍香港 紐約市開頭就做得很差 後來他們也做得很好 但是他們的病例結果是二十五萬人感染 如果你看那個血清的檢測 還有20%的人 接近四百萬人感染了 而那些死亡是二萬三千 過去九個月 那你又乘回2.5 你可以想像到香港可以四成萬人 如果你跟進去這樣 意思就是 就算我們有多些措施 承一承它 我們都可以很嚴重 香港可以有十萬人感染 有十萬人死亡 所以大家要想想就是 我們不是在這裏增加大家的擔心 而是那件事在紐約市發生的 在香港都可以發生的 如果我們什麽都做得不好 其實我們現在正如我說 連有症病症病狀的人都未有得驗 即是未全部驗完 那你都不要說其他事情 所以這點就是很重要的 我們常常都會說就是 其實整個那個控制疫情 是幾部份而已 第一部份就不要讓它進來 那個病毒不要在外地進入香港 所以最重要當然是邊境的控制 那現在就全部都靠測試 加上你有這個隔離 十四天 但是我們講了就是 有些人去閉到那個 潛覆其實可以超過十四天 所以怎樣都可能有少少走進來 第二部就是防止在社區給病毒擴散 這個最緊要做什麽呢 因為我們不可以天天不上班不上學